命运太奇妙 34岁含义美国摄影师Diana Pink的童年非常艰难 其间她5岁时父母就分开了 她跟着妈妈爹配琉璃 曾在车上过夜 也曾睡在公园中 那段经历没有让Diana变得叛逆堕落 反而让她更加坚强 正因为她坚持追求梦想 才创造了奇迹 Diana的爸爸也是一位摄影师 虽然她与爸爸相处的时间很短暂 但爸爸还是启发了她对摄影的兴趣 从2003年开始 Diana坚持到街头拍摄流浪汉的影像 2012年时 她在夏威夷坦香山的街头 看到了一位很像她爸爸的流浪汉 Diana仔细看了看 确定那就是失散多年的爸爸 她连忙过去喊爸爸 对方却没有回应 原来Diana的爸爸罹患精神分裂症 再加上流浪多年 身体和精神都很不好 Diana被爸爸拒绝了很多次 花一年多时间与爸爸相处 父女两人终于拉近了距离 Diana的爸爸一直不愿意去看医生 直到有一天她心脏病发被送到医院 这才正式接受治疗 爸爸的身体逐渐好转 与Diana的关系也慢慢向前迈进 父女两人一起看电影都疯 还会去沙滩上散步 Diana说摄影是我与他人建立关系的窗口 我希望每一个无家可归的街友 都能被当作正常人来对待 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就像我和我爸爸一样 我越了解爸爸 也越了解自己 我感谢时间的考验 也很感谢当初坚持的自己 让我们有机会相认 Diana还提醒大家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逐渐建立的 如果一开始不成功 那就多试几次 只要不放弃 奇迹总会出现